为提升优质医疗品质 将去透过更多新研发医材的辅助 因此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 透过医用数位X光系统开发计划 开发出直接读取式数位X光感测器 第二 将可提供牙医诊疗时的牙矿拍摄后 直接传送到医疗台的显示器 以提供牙医更精准的医疗资讯 政府为了提升国民健康 而制定了发展高阶医疗器材的政策 可以达成医疗价格普及 与医疗品质兼顾的免疫 而直接读取式数位X光技术 为高阶医疗器材的一环 具有即时显影低辐射剂量 高解析度与档案数位化储存等优点 直接图取式数位X光技术 包含了两大技术领域 第一个为点化色CSI闪烁体的 材料制成技术 这个技术主要是将X光转换成可见光 第二个技术领域是 互补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CMOS影像感测器 它的主要原理是将可见光 做数位化与即时显影的功能 在经济部技术处政策的指导之下 中山科学研究院以军民通用的精神 发展直接读取式数位X光技术 里面的闪烁体与影像感测器 其中CSI闪烁体是利用物理气象层机 与真空枪体制成参数 在基板上成长柱状晶体 具有X光转换成可见光的功能 另外CMOS影像感测器 是利用半导体IC设计 与晶圆切割封装打线 并整合了读出电路界面 具有即时显影与档案数位化的功能 它的应用可以包含了 医疗工业和安全的检查 在医疗的这个应用领域里面 层出大家在画面上所看到的 牙科的一个检查 还可以运用到胸腔科 骨科 内科的腹腔诊断 和乳癌的防治 在工业上的运用 例如高温锅炉 高压管线 飞机结构 和电路板打线等 都可以使用到这项技术 最后 在安全检查的范畴里面 像是机场的行李通关 海关的货柜检验 以及特殊场合的防孔安检 都是需要使用到这项 直接读取是数位X光的技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